代表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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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馬 在過去 一直有不同的研究 主要有關如何提升馬的表現 但有關騎士表現的研究 縱管全世界都是十分少 香港創馬會 最近與中大醫學院勇書恆教授合作 進行有關騎士的運動科學研究 希望可以幫助培訓下一代的騎士 並且令賽馬運動更為專業 香港賽馬是非常專業的運動 但正如我所說 在國際上關於研究騎士 動作、心肺功能、肌肉、協調、平衡 其實是非常少的 我們有了數據時 例如列馬斯也好 戰修騎士學校裏的訓練員 他們可以運用這些數據 第一就是知道每個人的基本條件是怎樣 知道這些便知道他的優劣 訓練上可以針對性改善 第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叫Risk Assessment 他會容易跌 在馬上跌下來 又或者就算不跌也好 他每天每天這樣的訓練 是安上騎馬訓練 或者其他訓練 會不會某些組織容易受損 第一部份的測試是心肺功能 進行具賽馬特色的測試 例如以遞進方式進行大氧量測試 第二部份是肌肉力量和柔軟度 分別是上肢、下肢和核心肌菌 第三部份是模擬賽馬 移一隻仿製馬去模擬1600米的賽事 測量儀器會貼在手臂、肩膊、背部等八個地方 從而分析騎士在整場賽事中的動作 不同身體部份肌肉變化等等 應該可以知道自己在哪方面要加強 可能哪個肌肉比較弱 哪個肌肉可能好些 自己知道得仔細些 我剛剛做單車測試 都是持久力的測試 最後很辛苦 要頂不斷堅持踩單車 這些數據可以讓我日後更加進步 再做一些相同的訊息 可以作一個比較 看自己的筆觸再去訓練 第一部正如所說 我希望收集一個數據 這個數據不僅是我們香港獨有 我都很深信全世界在賽馬線上 沒有什麼國家地區有這些數據 在大班騎士經過這麼嚴謹的測試 這個數據是一個補負 但從這個數據就是一個出發點 我希望所有關係於賽馬的工作人員 包括騎士 第一知道每個騎士本身的基本條件是怎樣 第二如果數據越大 我們可以設定一個標準 第三就是正如所說 可以令到騎士無論身體健康 及預防受傷都可以幫到 可能很多廣大馬迷更加覺得重要的是 它的表現就可能間接反映到馬上的表現 令到整個賽馬的事業更加專業